我每天都沒有最後一小時 我會講的 所以我們講到地球的狀態 一旦回來就重新思考一下 質量跟公斤重的意思 那我問一下如果說 譬如我先到月球上 我說月球的領域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那同樣的一公斤的東西 到月球上它是幾公斤重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公斤重 所以一公斤重 事實上只有在地球的關係 只跟地球的關係 所以一公斤重的東西 事實上我們講一公斤重 事實上它應該是 重力加速是多少 是嗎 要是一公斤重 有一點多 有一點多 每秒每秒就是8公尺的加速之下 它是有一公斤重的 它是一公斤重的力 這是 力 這力是來自於 地吸引力 地吸引力呢 這跟什麼有關係 跟重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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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不小心 沒有 重力的關係 我們就會動 好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 在牛頓提到說 FMA的時候 記得這個嗎 我都講過嗎 這怎麼定義啊 這怎麼定義 這怎麼定義 對對對 這是他的公司 這怎麼定義的 我們講定義的時候 讓他精確一點 定義的單位是什麼 一牛頓 一牛頓 一牛頓等於 一公斤 一公斤 然後呢 很大 很大 這怎麼 那怎麼距離 那是公吧 距離 真的講蝦酥的嗎 沒有 沒有 可以嗎 對 就是八公斤 哦 他破功了 沒了沒了 就是八公斤 那你再用中文解釋一下 這句話 意思是 一牛頓的 D給你 用 9.8公斤 每秒 9.8公斤 加速度 去推 一個 一公斤 這種東西 你想 速度怎麼用 拿速度去推啊 想要拿速度去推啊 有一個 一公斤的東西 嗯 然後 他含有 9.8公斤 他就是 一公斤的東西 他 等一下 陳昱 你要打算他 你可以說出來 看哪裡說錯 他剛剛說 一公斤的油 沒有 9.8公斤 沒有 沒有 9.8公斤 那是什麼意思 對 這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好 那是 要移動一公斤 沒有 那是狗 那是一交 一牛頓 欸 陳昱 你拿一交機 重點是他要動 這東西 知道意思嗎 這東西 他來加速度 蛤 知道意思嗎 蛤 知道 這東西知道意思嗎 沒有做過 知道 這什麼意思 一牛頓 對 這是什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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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這不是速度 不是速度 加速度 加速度 速度跟加速度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講過 有沒有 有受到力 有受到力 通常會有形變 會有破壞 或者是運動動態改變 運動動態改變的 就一定有加速度 這才能講就是加速度 好 運動動態改變就是加速度 好 加速度 好 圈兩個圈 非常重要 好 有力 就得了三個效果 有力 前面這兩個我們剛剛討論過形變的部分 就是 彈簧 就是合定律 過壞我們就不討論 因為過壞是非常不常的事情 升級到大學都不一定能闖到過壞 過壞 過壞 所以我們討論是 先壞的定義很難 跟不足定義的 有常識 因為破壞很複雜 通常破壞不會是很單純的破壞 通常破壞不會是很單純的破壞 通常很複雜沒有破壞 很 很複雜沒辦法歸納的破壞 通常它就是算一個總量 它不會是算說 請問一下 這條線破壞的需要的什麼量 因為光是這條線破壞 它可能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參數在裡面 這個 如果你有學設計的話 你會學到破壞的關係 應變跟應力的關係 但是你現在不考慮它 運動方向的改變 運動速度的改變 運動狀態的改變 基本上它就是個加速度 所以有受力 一定有個加速度的性能感染 這是扭盾運動的運動 我提到的東西 F-MA 它的定義上就是說 我只要看到一公斤的物體 它正在用加速度前進 它一定有受力 簡單來講這樣 懂不懂意思 我只要看到一個物體 它正在加速度前進 正在做運動方向改變 學校它一定怎麼樣 裡面有受力 OK 這個觀點知道了 我們在外面中的解釋一下 聽過它什麼意思 你說 你居然居然在 照顧他 照顧他應該是睡覺 應該睡覺 我們要來教他 你還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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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教過了 你剛剛教過他嗎 OK 我怕是他的抽動 他就拿出手 他手揮腳 他手揮腳 不知道是誰就揮腳 所以我們要用中文解釋一下這句話的意思 是什麼 你看到加速度一定有受力 所以我們用一個具體完整的句子 說明這件事情 喔 一公斤的東西 一扭一個能力 他就獲得了 一扭一個能力 他就獲得了 沒有錯的話 有聽懂他錯的話嗎 一公斤 他就一公斤 為什麼不放在一秒數 一公斤 一公斤的物體 一公斤的物體 只要看到他 有產生每秒每秒908的 加速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他瘦了一公斤的力 我只是把 我的說法跟他說我剛好顛倒 他的說法說 一公斤的物體 假設我瘦了一公斤 瘦了一公斤的力 在作用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產生每秒每秒一公斤的加速力 這樣知道意思嗎 每秒每秒一公斤的加速力 那你的一公斤 我寫錯了 這是1 喔 16就是1 每秒每秒一公斤的加速度 如果 一公斤的物體 有每秒每秒一公斤的加速度的時候 我們就說他瘦了一秒的能力 在地球讓我們測到的是 就是每秒每秒9.8公斤的加速度 所以一公斤的物體 在我手上 那這時候地性已經非常適合多少 地 9.8公斤 9.8公斤 有問題 沒有 好 因為是從這邊來 把這個帶進去之後呢 你的加速度是每秒每秒9.8公斤 我是一公斤的物體 所以我受得力就是 9.8公斤 不要幫我給腳步想 9.8公斤就是一公斤 手 可不可以接觸 可不可以接觸 因為剛剛我們講的 一公斤的物體在地球表面 地球引力對它施的力 都讓我們一公斤走 可是我們從牛頓的角度去施的 認識你的話 它就是9.8公斤 對不對 所以9.8公斤的力 就等於一公斤重的力 懂不懂意 懂不懂意 好 這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 在地球上我們常常會這樣做 為什麼用不用 常狂症的時候 常狂症的時候是設定 常狂症可不可以在外臺公使用 不行 不行齁 你一個人 假設它是60公斤 質量60公斤 質量60公斤 質量在全世界全宇宙都沒有變 就是60公斤 質量 那這時候它所做的地性引力是多少 地性引力 你 在月球上 這個人 他所感受到的地性引力 受到 應該也是一樣 沒有 沒有 在月球上 我們知道月球上的重力 是我們地球上的六分肌 在地球上的六分肌 嗯 什麼意思 就是他感受到的重力效率 就是我們地球上的六分之一 嗯 所以它在月球上 60公斤 質量60公斤的人 假設他站在一個螳螂陣上 這螳螂陣上寫多少 十公斤 十公斤 好 它寫十公斤 懂我意思嗎 好 這種地性引力 對它視力 月球上的地性引力 對它視力 只有地球的六分肌大小 嗯 所以它本來在地球 是60公斤重 在月球就剩十公斤重 ok ok 明明它只有六分肌的重力 在做什麼 好 所以它能秤 只能秤什麼 它能秤 它能秤 可以秤質量嗎 好 它能秤質量 好 它能秤質量 實測的是力量 實測的力量大小 因為從這邊來看的話 實測的力量大小 因為從這邊來看的話 實測的力量大小 好 那問一問題啊 那我想知道一個東西的質量怎麼測 我想知道一個東西的質量 海水法 海水法 什麼質量 體積啦 體積嗎 質量怎麼測 體積 體積除以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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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積說 體積除以重量 體積是 Cool 不玩 我講密度是什麼 質量分質 不是 體積分質量 體積分質量 會用重量去做體積 因為我們在乎的密度是跟質量有關 不是跟它重量的關係 因為如果外台公的話 那密度就是0 因為它沒有重量 對不對 但是重量不會改變 質量不會改變 密度不會改變 它是一個物質的物理特性 它是物理特性不會改變的 好 那什麼是質量 到底什麼是質量 你說怎麼量 怎麼量 你要先知道它的特性 或質量是什麼東西 知道那個地方的加速是多少 然後你要考定層的 反球等等 再講清楚一點 知道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對任何東西的頻率 你不是多少的時候 你的球就是它的重量 它受了多少力 然後反球它就這樣 然後你要有加速的分 你就反正它的質量是什麼 有聽懂它的意思嗎 沒有 沒有聽懂 你知道嗎 好 再講一個這一次 好喔 好喔 知道了嗎 智傑解釋一下 就是 他說的是 這個 它就看到的 力跟加速度 力跟加速度 反正在這邊 所以後來就知道 人家沒有問題 OK 不是 好 它意思是說 假設我知道這邊的重力加速度 這個加速度 你知道了吧 我去測這個東西 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所受的力量 曹王可以測力量嗎 嗯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它的質量嗎 有 有東西嗎 這個力量被測出來 用曹王可以測嗎 嗯 這地方加速度 我知道了 我會不會想知道它的質量 對 啊 請問重力加速怎麼測 重力加速怎麼測 這個A怎麼測 我剛講的有聽懂嗎 沒有 FNA這件事情 有時候已經說 感受 我們也都有這種感受 這個東西受了力 它的運用狀態改變 這是你們剛剛講的 所以一定有感受對不對 對 所以這樣一個東西受了力 一定有加速對不對 所以 我們把這個東西 反正過來 用 就是 用水去求 用水去求加速度 什麼球 什麼 好像是 因為你知道在地球上面 水的 密度是1 對 所以 所以你就知道 因為你有辦法在任何空間 加速度測出它的 體積之幾 對 所以你就把它換到 某個空間內 然後你就有辦法用它的體積去算出 它的重量是多少 然後你就會得到 那個空間的加速度 所以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先拿水 再去沉浪它的體積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水的質量 這樣拿這個水的質量 去放在糖分之下 你用這個水的 重量 你就可以反推 就是這個地方的 地心引力的加速度 對 然後你有這個加速度 就可以反推某個物體 你以為分成物體的 質量 聽起來可行 聽起來可行 對 你知道我這樣說嗎 聽起來可行 好 嗯 操作上會不會有問題 但是操作上 也沒有問題 其實它意思就是說 簡單來講你不用水 我告訴你 譬如這是某物體 只要 某物體 我想知道 想問你說 這個物體 它的質量是多少的時候呢 你就先拿一個 另外一個物體 這個物體的質量已經知道了 這個物體質量是1公斤 我先拿去檀融圈一秤 在這個地 在這個星球之下 一秤 誒 這個地方只有0.5公斤 因為它重力加速度是4.9公斤而已 那我再拿它去秤一下 誒 它只有0.3公斤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質量是多少 0.6公斤 對不對 反正如果這樣我幹完那麼辛苦 我就先拿一個檀融圈 所以你是質量擺上去 在這個位置這樣擺上去 我就知道它的密度 那就是檀融圈的方法 可是前提是 我現在的問題是 想問你現在 這個地方沒有任何個參考資料 你也沒有水 哪差不多啊 加速度 加速度怎麼測 加速度一定要用一個 以資料的方法測 用那個距離啊 然後咧 放下去啊 落下的指接合 OK 這是對你的 我們都已經學過運動學啊 你知道我這個東西 落一個H的距離 講到需要的時間是 T秒 我可不可以知道 加速度 可不可以知道 可不可以知道 這不就知道了嗎 我就拿一個東西 然後停 然後就算了 對不對 那我馬表沒有要清楚 可以攝影機啊 攝影機旁邊一拍 我可以從它落下到B面 接著的時間算出來 時間只要算出來T 我就可以算出加速度了嘛 有沒有問題 這不是一個T嗎 這是AT嗎 這邊面積是二分之一AT 你不知道嗎 H 假設落下是一公尺 我時間用了多少 我就可以從頭上加速度了 OK 這是總 這是一洞水的可以 非常簡單啊 我就可以馬上加速度 我加速度之後 再把這位置的東西 用到這裡秤 對不對 或是我去看它施的第一個D 我就可以知道 它到底有多少的資料 OK 好 好 看到嗎 這樣問題 好 那 到底質料是什麼 到底質料是什麼 一種感覺 一種感覺 不對 什麼感覺 一種感覺 從這個改變來變的話 你的質料到底有什麼感覺 哇塞 質料是什麼感覺 好可惜 很像是在 只要是在有重力的狀態上 所以我覺得 它必須要在有重力的狀態上 它才會比較有感覺 只有重力的狀態才會感覺 因為 只要是在有重力的狀態上 它才會感覺到它的 沒有 它要做什麼 你才能感覺到它的質量 對 沒錯 那你沒重量怎麼感覺 用這個東西就可以感覺 對 我在外太空 你可以動 你可以動 一定有 我以後在外太空 我以後在外太空 會的力不一樣 會吧 應該是跟我肌肉 當然一樣 地量都一樣 那跟你的肌肉有關 我會棒的地量 我以後在地球 我以後在月球 就改變 因為肌肉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你不會因為那個 不在地球 所以沒有重力的影響 你不會比較感覺輕鬆之類的嗎 輕鬆之類的嗎 是你自己負擔的輕鬆 但是我試的力是一樣 我的過力 我過的東西的力量 會不會因為我在地球 跟在月球 過的力量不一樣 對 這個應該不會 揮棒不是一樣的概念嗎 喔 我會跟棍子 這個揮棒的過程 我跟滴行李沒有關係 但是都是 可能那個球棒很重 那是感覺 那假設我這個 可以複裂筆器的話 好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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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是因為你 對自己本身的質量都沒有負擔 你負擔比較小 但是我試的力 跟滴行李其實 在那個 幾乎那麼小的情況 影響很大 好 這次我打一個 一公斤重的球 跟打一個十公斤的球 通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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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打一公斤可以飛三百公尺 我打十公斤可以飛三百公尺 那我打一頓 可以三百公尺 我打十噸 我發現他還可以一直在飛啊 不是嘛 一直在飛 但是什麼東西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喔不是 我拿 我拿我的球棒 去打一公斤的物體 跟打十噸的物體 結果是一樣嗎 不一樣 結果哪裡不一樣 喔 一個是你飛 因為這踏車 啊 這什麼鬼啊 這到底 假設我能夠定著不動的話 假設我 我的腳那麼大 我這腳那麼大 好 我知道 結果速度不一樣 結果速度不一樣的話 可是速度是什麼東西產生的 我知道 速度 速度不是質量產生的 速度 速度是力產生 速度是力產生 但是力產生是什麼 加速度 這個速度都是用加速度改變的 加速度 我在作用它的時候 產生的加速度 當它離開我棒子那裡 撒那的時候呢 我將會不會再有了 對啊 我沒有在給它 產生力了 我打到它 開始給它加速 加速到分開的時候 它就不再加速了 對不對 它是等速運動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有適了一個力 這力對它產生一個加速度 所以對這東西 假設是一公斤 或者是一公噸 或者是十公噸 這個 它產生的東西不一樣 哦 這是什麼東西不一樣 是加速度不一樣 你看 我的力量都一樣啊 力量假設都是 一百公斤 都是一百牛噸 你只用一百牛噸的力量 是中在他身上 這個東西是一公斤重 跟一千公斤重 什麼東西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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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量不一樣 會找到什麼的結果 這是一個等次嘛 一百牛噸等於 我對這個質量產生一個加速度 假設這個質量是一公斤 我可以產生多少加速度 嗯 它只要改變速度 它的加速度改變 對 可以產生多少加速度 加速度 一百牛噸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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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才能改變速度 加速度 加速度 七次 嗯 一百 一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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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加速度 加速度 一百1千公斤 現在我的加速度是多少? 四姐 十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同樣是一百牛頓的力 作用在質量不一樣的物體身上的時候 有什麼新感覺 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們說質量是什麼 加速度的代言人 加速單人 怎麼代言 所以對質量有沒有感覺 一定有重量的感覺嗎 對 那是怎麼樣的感覺 怎麼樣的感覺 怎麼樣的感覺 他會動 你推動他越大眼 質量越小 推動他會怎麼樣 怎麼樣 他的改變很快 質量很大 推他的時候 怎麼樣 改變很小 他改變基本上不太容易改變 因為他加速度很小 對不對 所以簡單講 質量就是一種關係 質量是一種關係的表現 他維持原來運動中才的努力 質量越大越容易維持 越大的越容易維持 這樣知道概念嗎 我體積 我的重量這麼重 我的質量這麼重 融線的質量比較小 今天你要推我比較容易 要推肉更不要能力 加油 加油 所以我質量比較大 我不要維持慣性 還是融線不要維持慣性 我不要維持慣性 所以質量跟慣性 就可以有一點關係 感覺找到了嗎 有 有找到了 這是我們的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概念 好 那我們進入牛頓的運動定義 三大運動定義 第一個有關性 牛頓的三大運動定義 第一個是慣性 慣性 慣性什麼意思 慣性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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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提什麼 前提什麼 前提什麼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我們要講 這件事情 我們要講 受力 對不對 實量 實量 會不會變0 不會 誰會變0 哪 誰會變0 哪 誰會變0 哪 加速度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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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 D是0 下速就是0 都是0 通常常常常常aufen 他們講 只要他是一個物體 他實量不會是0 倚 實上它是一個物體 他實量不會是0 Beat 力量是0的情況之下 只有加速率領 加速率領 是什麼意思 裡面進行效果 甚麼意思 再兩個 zij 這幾 from Note 兩種是0 理量是0的情況之下 加速率領 samples 並動動態度不改變 律動態度的73 是 什麼 想知道 風物體 都會提有 速度 Muslims 這幾 ranges 有一個情況之下 會受力和力為力的情況之下 他的運動方面不會改變 運動方面不會改變 所以他的感覺是 靜頭很靜 對不對 一個問題如果在宇宙中飛 他一直直線飛行 這時候他所受到的力為力 希望他會有什麼改變 不會改變 動很多就是直線運動 他的速度都不會改變 沒有任何加速度 所以方向不會改變 因為速度大起來就不會改變 方向不會改變 速度大起來就不會改變 他就是動成動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 低運動電力的極端 所以前提是在無受力 或者是合力為力的情況之下 怎麼樣 他不會感覺回身運動動態 運動動態不會改變 所以有時候其實我在問這些問題 就是我們回到最根本的定義上去處理他 去思考理解最基本的那個定義 那如果說就我們使用上 慣性的使用上有什麼地方可以使用慣性 慣性 我們在生肢堂生活中什麼會用到慣性 呃... 開棉被 什麼 開棉被 開棉被的時候跟觀眾有關係 灰塵 這上面有灰塵對不對 你開他的時候呢 灰塵會有灰塵的慣性 所以灰塵不會動 棉被突然消耗 所以灰塵停留在這邊 對 灰塵就被脫了 煞車 煞車怎麼樣 你身體會向前傾 煞車的時候身體會向前傾 因為身體要維持原來的慣性 要維持原來的慣性 所以身體會有點向前傾 什麼 那不是運用 那是一個現象 那如果你運用的時候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運用 譬如說樹上有一個 蘋果看起來像成熟的 你就一直搖樹 對不對 樹搖一搖蘋果掉下來了 它什麼關係 它什麼關係 就搖擺 我會告訴你 要不要你 搖一搖那個樹 皮膚掉下 就是這種關係的更要好 還沒有別的 還沒有別的 你說我用什麼關係 對 你有什麼其他地方 用它慣性 嗯 啊 在車上超久 超久了 超久了 然後 球會 感覺像破壘 會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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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還是不會 為什麼會 從窗外的人看會感覺 對 從外的人看會感覺 從外的人看會感覺 球往前 蛤 就算你沒有拋太多往前 我沒有拋太多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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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外的人看那個球是往前 是啊 是啊 它都是往前 可是你拋起來 這時候是煞車 球會感覺往後 往前 往前 球會往前 球會往前 就是外圈 架子會搭起 對 我們 我們坐在車上 假設放一杯水 我突然 今天看你開車 水 會問你 寫一寫的嗎 我突然上車 水 我會突然晃 會 這是很幸福 日無用 對 他們以前 那個 美國要發的太陽風 風 月球的時候 因為他們 當他們 當他們 那個 分射已經 已經離開 地球的這個 立場的 距離的時候 他們就選擇 就是 關鍵 那你 用冠軍 往後 就直接丟去 然後 這時候 就是有 這也是冠軍用 在開工旅行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 就是利用冠軍背景 因為沒那麼多的 軟幹 一直加速 直接不使用冠軍背景 好 要沒有別的 好像差不多這樣子 冠軍問題很多 就是 你在 試考一下 通常冠軍我們會去 所以 會去思考 改變它 就是因為你在思考 是 它的資甲率大 也需要更大的 改變它的 好 那關鍵其實 就是 譬如說假設 你 我們假設說 你開灰塵 它不會掉下來 為什麼 有時候會不會掉下來 卡住了 卡住了 它質量太小 它質量太小 質量太小 它的關鍵太小 它關鍵太小 所以 有時候你要想到 讓一個東西改變的時候 你需要 讓它先把那個灰塵 像我們在處理一下 廢水處理的時候 你爬你太小的時候 你有時候很難改變 很難抓它 所以你把它收集 先把它讓聚集 一個大顆的 來收集它 好 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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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但是 基本上腳踏車 它還是會有一些 俗力 對 它有摩擦 它所以速度會慢慢變小 速度會慢慢變小 好 那 第三運動低率是怎麼 第三運動低率 我剛剛講的加速度 地下運動定律 周力跟蠻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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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關係? 方向相反 方式產生 方式消失 方式產生 方式消失 避量相同 方向相反 可以說明 周力跟蠻周力產生的機會嗎? 時間點 我們叫做周力跟蠻周力 周力大小跟蠻周力大小相反 方向相反 然後他坐在捧物理上 但是這些東西都還不可以說明 周力跟蠻周力存在的機會 周力怎麼產生 蠻周力怎麼產生 蠻周力怎麼產生呢? 周力平常不動 推他 他就有最後一個周力在做他 其實他不動? 沒有 就是不動 他動不動還是會做蠻周力 好 那什麼是蠻周力? 簡單講 什麼是蠻周力? 如果球丟到場上 會彈回來 然後因為強壁發的 所以上個球會用過去 後 他平常沒有被抵收 所以因為他會有強大的地方 發動 會去 喔 我想到了 是 你打了幾年天也會打你 不是嘛 沒有反作用力 這不是反作用力 你講的比較像剛會員講的 如果你可以解釋他反作用力跟作用力的關係 說 我給我打了 同學一下 回過來他打我一下 我們的力量可能相同 我們方向可能相反 坐在同層底上 然後但是這兩力 算是作用力跟反作力 不是 不是 你說 他就是兩者必須同時並存 OK 兩者同時並存 所以你跟反作用力是同時並存的 你在 剛剛 不是 不是 其實是有反作用力的喔 那個 字傑 其實是有反作用力 我在丟一個棒球 剛剛 字傑講述我這個棒球 丟出去的時候 之後呢 這個球打到牆壁的時候 他反彈回來的時候 他只講反彈回來的時候 我這個球平常的手 打到牆壁 所以他打到牆壁的時候 他給牆壁個力 這個牆壁反作用力加進去 我讓牆壁回來 可是在指之前 我在丟這個棒球的時候 有沒有做力跟反通力 嗯 有 有沒有 有 沒有 也是有 你的手跟球有 我的球 被我手往前推的時候 事實上我的球又在推我的手 喔 也在推我的手 所以如果他沒有推我的手 你看很多運動員 丟完棒球的時候 肩膀就快丟 為什麼肩膀壞掉 因為被你的球推啊 對 好你球一下推你肩膀嘛 所以推手一定會壞掉 會死 所以認證一個力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是 無時不在 同時間出現 同時間出現 同時間在作用 我這個手機放在桌上 他對桌子有沒有是一個力 桌子有沒有是一個反作力 有 所以只要認證一個力出現的時候 他伴隨著反作力 一定是伴隨著反作力 很有趣的是 假設反作量力 比你的狀態大概就提前 可是會這樣子發生嗎 都很有趣 對 但是不會啊 通常都是兩個是相反的 好 但他問你喔 這種他會發生這樣的一個邏輯上問題 這個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 他就不會動 他不會動 群像是因為桌筋跟板桌筋大腳相同 方向相同的平衡嗎 支撐力跟誰平衡 支撐力跟重量 跟重力平衡 對不對 因為他主受的重力平衡 對吧 好 教育已經說是當桌子的支撐力 對 平衡 平衡 平衡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大腳相同 放在上面 平衡就是 可是他上面可以放更多的東西 也不會有 我再放你桌子上去 對 他還是平衡 為什麼他平衡 他就合力為力 再把一個重要的 加上去的時候 你桌子會給他更多的支 更多來的時候 給他更多支 沒有辦法再給他 碰 會不會要破壞 好 會不會要破壞 好 所以你給他實力的時候 他一般來講平衡 平衡調到在破壞之前 我們就是屬於立的平衡 如果破壞的話 就我們改成 對 在破壞之前 我感覺到現在非常的重大 非常政治意味的 在破壞之前 會有所維持的平衡 那我們維持的平衡 在破壞之前 蛤 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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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會使用到作用力 取個例子來講 火箭的發射就是作用力的現象 那火箭的發射到底誰跟誰作用 火箭真的超討厭 超討厭 為什麼超討厭 因為他會超討厭 基本上他對誰作用 一個火箭要發射 誰在對誰作用 地板 他在對地板作用嗎 空氣 從火箭上他推進去的是空氣 所以他被空氣施力 這時候空氣會被他推進去 就是空氣在推火箭 簡單來講 我如果在太空中 我丟個球出去 丟出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 就是你剛才 我丟到那一剎浪 這顆球也同時推我 所以我們兩個是啪 就本開了 我兩個是落的時候都不動 都在中間 可是把這球丟出去 那一剎浪呢 球飛出去了 這樣忍就往後推了 忍就往後推了 所以是空氣在作用地 是空氣在作用地 所以對我們就不用到 那現在你把這球想像小一點 它是空氣分子 我把空氣分子推出去了 希望火箭會移動 還是會移動 移動很少 移動很少 對 因為空氣分子很小 可是我不會推一個分子 我一直推幾個分子 我一直推幾個分子 十個 只推十個 一次可能推幾兆 或是幾 那個是十的幾十翅膀 我一直推可能十個三十翅膀的 很多個 你推十個三十翅膀的很多 可能十個二十翅膀的 我一直推非常多的氣體 所以它會給你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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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最後一根版作人 一直帶這個東西 那什麼是摩擦力啊 哦 你長得非常快 這樣會超過 比較符合成衣的心情 比較符合成衣的心情 這邊的需求是 那應該已經快上了 真的嗎 現在要上完了 然後被砍進去 然後勒 然後他們 都會分開 所以我們在講摩擦力 摩擦力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要不只大孩 不是 就我要不然 對不對 你對夠 öffentlich 我已經超過呀 我已經超過呀 我的 我的 我 在一個 物體表現上 那通常我們來看完整個光滑錄表面 我們來看完整個光滑錄 表面是完整光滑 那在沒有光滑的情況 現在通常都會有阿阿露露露 另外一個平面是阿阿露露露 當他鵝來起的時候 他就會有點卡住 這張摩擦一來源 他就摩擦一來源 另外一個摩擦一來源 其實還有一個什麼 分子跟分子之間有什麼力 分子力 不是引力 我們講到 我們在講生物的時候講到 這是一個分子 那怎麼會分子 他們之間一定會有這個阿關的引力 他們已經太小了 電子的吸引力 電子的吸引力沒有多少 電子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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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叫做反德瓦力 是反德瓦力 這是一個人提出來的說明 反德瓦力 這你們還沒學到 反德瓦力 第二個是你們已經學到的東西 就是清劍 清劍學到了 清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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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劍學過了吧 清劍怎麼清正的 用清原子 清原子怎麼樣 他電子被奪走 所以清原子帶正電 所以他跟另外一個東西 只要這邊是帶附電的話 他就有吸引力 他們叫清劍 清劍 在隨一邊 都會有一些清劍的作用 而且你用分子劍的作用 它是短電的 它不是電 清劍 我們有比較短電 清劍就是清劍 清這個原子 它會跟碳接動 碳可以接著長電 碳可以接著長電 所以你不叫他懂電 後面有這個說法 我們講說 化學見解會形成的 查電上的講 碳 清就是清電 所以分子跟分子接著 有很多種現象 一個是奧夫平的現象 一個是反則瓦利 另外一個是清電 另外一個是電子氣的影響 這些都可能造成摩擦力的影響 都可能造成摩擦力的影響 所以影響的系統太多了 孔稱 我們就是說 摩擦力 總的就是用摩擦力 換摩擦力的原因是因為 你去摩擦 我在上面有移動 這時候它是一個摩擦 我在摩擦的時候 感受到這個力的時候 你這個摩擦力 怎麼樣 怎麼了 好 那我們做事先發現 這個物體 摩擦力 那我往這邊拉的時候呢 我收了一個摩擦力 然後我發現啊 我這個力不夠大 所以我拉不動它 拉不動它 為什麼 因為摩擦力 所以摩擦力是往海邊 反方向 反方向對不對 所以這是摩擦力 摩擦力 摩擦力 會cko 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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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力阿 摩擦力的 摩擦力是拿了地板的 這... 就我在 拉的時候呢 是讓我是 帶著這個物體 對地板的這邊施力 有看懂嗎 有 我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往這邊拉了是不是這個物體 向對這邊施力 對我這個地板的 向這邊施力 這裡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看懂嗎 有 我往這邊施力有沒有 往這邊施力的時候 壓著它 這時候我的地板會跟它形成一個 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事實上沒有說 所以它卡住了 那為什麼它反作用力不是往上 不是往上 什麼意思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拉力 來考慮是拉力 所以摩擦力是它的反作用力 它是往另外一邊 對不對 就是它反作用力 但是因為這個反作用力太細微 所以通常來講我們去考慮 每一個地方的反作用力 用來整體的看這個摩擦力往左邊 好 所以假設你先做圖來看的話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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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外力F 這是摩擦力 好 當我的力量開始作用的時候 給它點它點滴的時候 我發現它不會動 進摩擦力 這個力量是比較大的 假如是0.1牛頓 我的摩擦力是0.1牛頓 是不是 因為它不會動 我試給它0.2牛頓的時候呢 它還是0.2 為什麼 因為它還不會動 我們發現啊 這個力量一直持續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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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某個瞬間 它突然不動了 突然動了之後它就突然不掉下來 好 什麼 它掉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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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水瓶 這水瓶意見說 這時候不管我吃了多大的力 我的摩擦力都是固定的 這摩擦力都是固定的 這摩擦力都是固定的 然後把這一段角弄一下 這個點 這個點對整個系統來講 它是最大的 近摩擦力 這條線都是近摩擦力 鏡子不動摩擦力 這條線都是近摩擦力 這個點叫做 最大的近摩擦力 這條線是什麼 這條線最快的線是什麼 動摩擦力 動摩擦力 OK 懂嗎 這張紙是這樣的水瓶 好 作業是什麼 生理機了 生理機 生理機